相信你們都聽過 皮膚更生週期是28天 但原來不是每一個人都一定是28天 28天不是理所當然 肌膚更生的次序 首先是角質細胞會在表皮層的基底層 那時還是生的 然後慢慢移向外 慢慢就會變成死 到最後在角質層 它就變成死皮 已經是老化了的角質細胞 然後就會脫落 譬如BB仔 他們的皮膚不是很亂的 就是因為他們的更生週期是比較快 但譬如女性去到25歲之後 更生週期就會減慢 去到4、50歲就更加之慢 所以角質留在皮膚表面都不走的話 皮膚就會非常暗啞 和沒有光澤 維他命A去到表皮層的基底層 就會入到細胞核 然後刺激細胞分裂 令皮膚有源源不絕 又漂亮又新鮮的表皮層細胞移上去 移上的同時 也會將黑色素帶走 肌底層的細胞越新鮮 吞上去的時候 那個狀態就會越好 所以皮膚看起來 就會非常細緻 平滑和有光澤 Cynergy的維他命A 是用了一個很新的技術 叫做脂質體蜜蜂技術 就好像一個膠黃一樣 包住一些穩定性 非常之高的維他命A 就會落到皮膚才爆開 這個專利成分 就叫做Retinoleophosum 每一顆Retinoleophosum 其實就有非常之高濃度 而且非常穩定的 純維他命A 維他命A在表皮層的基底層爆開之後 就會慢慢傳遞到真皮層 就可以增生骨膠原 增生蛋力蛋白 和真身透明質酸 就可以增加真皮層的厚度 令皮膚看起來更加脹膨膨 去掉肝紋和細紋 皮膚更加有彈性 而且它的真皮層 可以促進健康血管的形成 令到血管和細胞之間 氧粉和氧氣交換得更加好 亦都可以幫助到微絲血管的形成 令到沒有那麼容易泛紅 記住我們不建議大吐婆用維他命A 維他命A是我用過 吸收得最快的精華 這麼快就吸收了 塗了維他命B 做了保濕鎖水之後 又塗維他命A 可以令到皮膚更生週期 保持在28天 而且兩支都可以增生骨膠原 透明質酸和彈力蛋白 皮膚的真皮層厚度增加 然後又水潤 皮膚看起來就非常有光澤 和可以保持著很漂亮